因为平时我出门拍照都是要带两个机身 还有一些镜头 说实话本身包的重量就不轻 如果要再拿一台相机来拍摄Vlog的话 说实话非常的不现实 并且也没有办法实现说 掏出来就拍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所以我就一直特别喜欢使用Pocket来进行随手记录 而且非常的低调 拿着去拍周围人完全不知道我在这正干什么呢 可以说每次出门 B带放在包里边也不怎么占地 用起来也十分的方便 但是尽管如此 它并不是一台完美的相机 之前我也发过视频吐槽过了 Pocket二代有着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它的材质看上去塑料感十足 手感也欠佳 按键的设计的位置也有些尴尬 更况且最大的问题是 它对高光的控制非常的糟糕 那么等了三年 今年终于更新了这个Pocket第三代 今天就来分享一下我最近做测试的结果 看一看这个Pocket最新的三代值不值得升级 那无论您是已经拥有Pocket 还是说即将想要去购买它的三代 那么相信今天这个视频当中所提供的一些信息呢 可以给您一些参考 那么首先咱们先来聊一聊外观设计 毕竟上一代的这个槽点实在是太多了 这一代能不能获得好感呢 就看开盒的这一瞬间了 由于采用了一英寸的传感器 Pocket三代它的体积相比较二代来讲呢 就大了整整一圈 体积变大了重量也会有所增加 整体来说呢 Pocket三代就是大一号的二代 以前是瘦长 现在是矮粗了 您别说 我觉得这一点改动啊 还真是个好事 因为以前这个Pocket二代呢 其实是很小的 它的握感并不好 太细了 我的手呢还不算大的 那如果手稍微大一点呢 就会觉得这个相机实在是太小 太难拿住了 并且拍摄的过程当中呢 没什么手感 而三代体积变大 重量变重 反而增加了它的手感 所以在这一点的改动上呢 我是支持的 当然也会有人觉得 它就没那么口袋了 但我觉得这一点吧 其实还好 因为咱们最关键的 还是要看它的画质怎么样 在外观材质上呢 直观的就能看出来 要比二代好了 不是一星半点 那这也是我之前吐槽过的 您看把它们放在一起去对比呢 就可以明显的看出 相比较这个二代来说 三代的材质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那这一次可以说是相当的有诚意了 Pocket三代一个最大特点 就是它的这个开关键 居然变成了一个旋转屏幕 现在需要旋转一下就可以开机了 可以说这是一次比较有创新的大胆尝试 不得不说以前这个小屏幕呢 真的什么都看不清 现在呢 可就直观太多了 同时它这个菜单的操作 也会更容易触碰了 以前不仅这个上面的画面看不清 咱们在滑动这个屏幕的时候 也经常会误碰 找不到它的按钮 那现在这个屏幕变大之后呢 这个事就算是解决了 Pocket三代的菜单呢 有了一些调整 可以看到它的位置 以及它显示的方式 都和二代有了一个非常大的不同 那原来二代操作起来不方便的地方呢 在三代当中有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改善 比如说这个旋转镜头这个按钮呢 这回的改动简直太深得我心了 在右下角现在直接按一下 就可以旋转这个云台 去切换 从自拍模式切换到拍景的模式 还有这个Pro的这个曝光设置 以及对焦设置呢 全部移到了右侧 把这个拍摄模式呢 放在了左下角 我觉得可能现在的这个界面设计 要更接近于运动相机的那个界面的设计 所以我也是觉得现在这个呢 相当的合理 操作起来也要更方便了 至于这个旋转屏幕能不能经得起考验 未来会不会出问题 咱们只能走着瞧了 因为我发现它实际上是可以设置的 也就是说不用旋转这个屏幕 通过下边的这个拍摄键 长按就可以开机和关机 所以在不需要屏幕和频繁开关机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 我就选择直接用下边的按钮来开关了 反正稍微省着点用吧 一英寸的这个传感器确实有非常多的优势呢 最直观的就是从画质和感光度上的表现了 可以从现在的这个画面 咱们就可以看出来 在这样的一个暗光环境下 它在噪点的控制上 我认为还是非常优秀的 并且呢我之前的视频也测试了 它直出的效果和套用LAT的效果 我认为在颜色的还原上呢 可以说是非常的自然 比较的贴近真实效果 咱们先来说说这个直出的效果吧 实际上之前我的那个视频 它就是通过这台相机自动曝光 自动摆平衡 颜色的直出效果 没有做任何的处理 特别是我用了两年多的这个Pocket 2之后 我用了这个3之后 就会感觉到这个变化还真是很巨大的 之前Pocket 2 它实际上拍人的皮肤的时候 实际上是有一些发黄的 整体的颜色呢 也会有那么一点点 总之没有现在的这个效果 要更接近于真实 而现在它重新调整了这个颜色之后呢 可以看到皮肤的效果 我认为要更晶莹剔透 看着我跟瞎角似的 所以说我觉得新一代的这个颜色呢 确实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善 虽然我对这个美颜不是特别的赏心啊 但是我也希望我自己拍出来别太难看 Pocket 3代在皮肤上的表现呢 也是好了不少 所以就算是不搭配美颜功能的话 我认为它也会比以前的表现 要更好的一点 而且它现在还推出了 这样的一个美颜柔光镜 您看这个盒子上 它就多了这样的一个口 叫做柔光镜 这柔光镜也是直接吸在这个镜头前边 就可以实现一个美颜柔光的效果 怎么样我这个效果嫩不嫩 而在对自然环境的色彩还原上呢 我认为也是非常准确的 反正我就用了一次这个Pocket 3吧 我就再也不想用这个2再去拍摄了 以前呢还真没觉得 这个2代的颜色有什么不对劲 现在一对比好家伙简直是不堪入目啊 所以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Pocket 3代在高光的控制上 可以说是特别的好 让我非常的满意 那相比较2代它比较容易过曝的这个问题呢 可以说得到了巨大的改善 那这也是我之前强烈吐槽过2代的一个问题 高光的部分太容易过曝了 无论是我拍我自己 还是去拍摄风景的时候 天空的位置总是特别容易变成白茫茫的一片 所以这是我过去两年多以来 用Pocket 2代拍摄视频的时候最大的顾虑 那在3代上呢 可以说是太让我省心了 测试了几个不同的环境之后呢 可以负责任的说在大光比的环境下 现在使用Pocket 3代拍摄就可以放心了 你可以看到在天空云的这个位置 它在高光的恢复上呢 比Pocket 2代好了不是一星半点啊 那现在呢 它就完全不存在我之前说的 比较挑环境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了 所以说这也增加了它的一个利用率 那以前我出门可能带一个 它还需要再带一台其他 在大光比下表现好的机器来弥补 而现在呢 我出门只带这一台机器 就可以放心的让它去应对所有的场景了 所以在画质和颜色上呢 我认为Pocket 3代是完胜它的上一代的 甚至于超出了我手上目前所有的运动相机 所拍摄出来的效果 Pocket 3代不仅在画质和颜色上 进行了一个颠覆性的升级 在配件的设计上呢 我认为也是用心了 还是听劝了呀 咱们真是没白吐槽 这些设计的改动呢 深得我心 简直是太棒了 首先呢 当初我选择这个Pocket 2代的时候 就是为了它这个无线麦克风 Pocket 2代需要安装这样的一个手柄 才可以接收无线麦克风的信号 也就是说这个手柄就是它的信号接收器 而新一代的Pocket 3代呢 完全不需要这个手柄 裸机直接接收这个无线麦克风 现在您所听到的效果呢 就是这个麦克风收到的效果 这边的麦克风呢 是Pocket 3的无线麦克风所收到的声音 而这边呢 是我之前使用的Pocket 2收到的声音效果 那现在不需要任何的手柄 就可以直接的拍摄 实在是太方便了 但是呢 如果咱们需要想要去加一个三角架的话 二代和三代实际上这个设计都差不多 都是需要添加这样的一个扩展的底座 才可以连接三角架 这样呢 就有了这样一个四分之一的接口 二代的三角架 您看 从买了第一天到现在 我可能也就用过一次 因为这实在是太难用了 而现在三代呢 它就变成这样的一个比较粗的三角架了 别的不说 稳定是肯定的 以前这个是又不好用 还不稳 所以说我宁愿去要这个又粗又大的三角架 反正就是多占点地儿嘛 但是重量上也没什么 毕竟稳定是最重要的 在电池续航方面 我认为Pocket 3的裸机就要比Pocket 2 至少要在体感上要多了一倍 因为平时我用这个二代去拍摄 还有底下这个扩成底座呢 因为这个底座实际上也是一个续航的电池 还记得我之前的一期日落的视频吗 我视频都没拍完 这个Pocket 2和这个底座都没电了 而现在这个Pocket 3呢 我拍完一期视频 发现它才用了一半的电 而且它这个三代还有这样的一个电池底座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需要给Pocket 3进行充电 或者说就带着它一起边充边拍的话 那实际上这个底座是可以再给裸机增加一倍的电量的 所以在电池续航方面呢 我认为现在要比以前更省心了 基本上这一天裸机加上这一个底座 问题不大 还记得这个增广径吗 上一代我那不是丢了吗 这一代啊还是吸在这壳子里的 区别就是现在这个磁力啊 比以前稍微的大一点 整个的这个体积呢还变大了 现在的这个效果我倒觉得比以前更明显了 您看如果我没放上这个增广径的话 我这个牌子是没有拍全的 那如果安上这个增广径呢 您看居然出来了这么多 所以说在自拍的时候 我认为这个增广径还是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的 这样呢头就不会在这个画面当中占有特别大的面积了 那缺点呢就是说咱们用这个增广径的同时 就没有办法再用其他的滤径了 好在Pocket 3它的全自动的曝光模式还挺好用的 所以说这一点呢也不是大事 好消息是这一次大疆推出了自家的ND滤镜套装 既然有原厂了咱们就尽量选择原厂 我试了一下还挺好用 磁力特别大不太容易掉 而且最关键的是它不偏色 出来的颜色非常的正 所以说呢还是原厂的好 而且啊咱们装上这个滤镜之后 在收纳的时候它也是可以自动识别的 直接呢它就把镜头拧向另外一边 还是可以放到这个壳子里的 非常的方便 除了以上的升级都十分的给力之外呢 我实际上还有一些我自己的很特殊的点 那这些也是我选择使用Pocket去拍摄Vlog的很重要的原因 在做了四年视频之后呢 我总结单兵作战去拍摄视频的话呢 还是有几个很重要的 首先这个设备一定要简单好用快捷 再者呢就是携带起来比较的方便 因为咱们只有一个人 还有呢就是它的输出需要稳定一点 最好呢这个功能还要多一点 这样咱们就可以少带一些设备了 之所以我不愿意去选择用相机拍摄 Vlog一个最关键的原因 就是我不想带着稳定器出门 因为如果用相机拍摄的话 我测试了很多相机都无法实现说 只拿一个相机机身 就可以实现很好的增稳的效果 都是要依靠于一个稳定器才可以实现的 有了PowerKit三周云台的这个增稳效果呢 就可以代替稳定器 那至少我可以少带不少的设备出门 毕竟我一个人去拍摄 真的没有办法弄一堆的设备 实在是太麻烦了 所以说它这个机械增稳的效果呢 是我非常非常依赖的 在一边走一边拍的这样的视频里边呢 您可以看到它的效果呢 还是非常的稳定的 而且最关键的是呢 拿着稳定器和相机出门实在是太显眼了 而这个PowerKit呢 我举着去拍摄 非常的低调 周围人也不知道我在这干什么呢 非常适合我这种稍微有一点射恐的人 很好很低调 那实际上在众多的功能当中呢 还有一个小点是我非常非常在意的 就是因为我平时会拍摄一些我在操作相机的过程 以及一些产品的细节 而这台相机它的最近对焦距离可以达到非常的近 这个距离它都可以对焦上 还记得我之前视频当中 大家都说我那个焦点都是全程对待后边的那个建筑上的 那就是运动相机拍的 我没想到这个运动相机它的这个最近对焦距离居然这么的远 像现在我坐在这个PowerKit前大概半米的距离 而我这个产品距离PowerKit大概也就十厘米 它居然可以对焦上 而这在运动相机上呢 是完全没有办法实现的 在PowerKit 3当中有一个功能我觉得还挺有意思 是我第一次去尝试 我认为也是对于我自己去拍摄Vlog很有帮助 也就是说它可以追踪我的脸识别之后呢 无论我走到哪儿 它这个镜头就会跟着我 所以说就好像有一个助理在帮我拍摄视频一样 那如果我去给大家远距离的展示一些东西呢 这个功能呢就会非常的有用了 但是经过我的测试呢 我不太建议大家去拍摄像我现在这样静止的画面 坐在这没动的 那如果在这样的画面当中 咱们还使用这个人脸识别呢 它会不停的点头摇头 自己录的时候呢 看着觉得没什么 但是回家放电脑里边 反正就觉得这个镜头看着有点晕 有点闹腾 所以静止不动的画面 大家最好别用这个 那说了这么半天 这个视频好像全都是在夸Poke 它就这么好 一点缺点没有吗 哎 还真不是 我认为它还是在一些特定的环境当中 有一些局限性的 比如说如果是雨雪天气的时候 我肯定不敢用这个Pocket 因为它这个云台呢 相对来讲比较的脆弱 还有现在这个旋转的屏幕 我认为可能都会是它的一个弱点 所以在防尘防水方面呢 我认为Pocket还是没有运动相机 那么皮实耐造 所以呢在使用的时候呢 还是会对这个云台和屏幕 要进行一个更贴心的呵护吧 那正因为它这个三轴云台的设计 所以在收纳快速拿取拍摄的时候呢 还是有一些局限性的 那平时为了保护它的这个三轴云台 咱们是需要每一次收纳的时候 都要放进这样的一个壳子里来进行保护 所以说如果想要快速拿出来拍摄的话呢 至少需要两秒钟 拿出来旋转屏幕 可能还要旋转一下这个云台 才能开始拍摄 我觉得最少两三秒钟吧 所以它呢 这个速度就肯定没有运动相机拿起来就拍 要快 总之Pocket和运动相机相比较呢 我认为Pocket还是属于稍微的焦气一点 需要我们特殊的照顾 当然在画质颜色甚至是稳定性上 我认为还是可以放心的 反正目前我是非常非常喜欢这台相机 如果您不想用手机拍摄 或者是想寻求更稳的效果呢 我认为这个Pocket还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当然用相机拍摄 它的效果肯定是更好 但是咱们相对应的也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对不对 而且在价格上 这个Pocket呢 也仍然还是有很大的优势的 得嘞 这一期呢 咱们就先分享到这 未来呢 我肯定也是会继续使用这台Pocket来拍摄我的视频 那大家呢 也可以来跟踪看一下我之后的这个使用的结果 如果我遇到任何问题呢 也会来跟大家及时的进行一些分享 感谢收看这一期的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是艾利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咱们一起玩摄影 之前的两期视频呢 实际上我都是用这台Pocket来拍摄的 第一期不敢说出的真相 那一期呢 就是使用这台相机自动曝光 自动白平衡 颜色呢 都是这台相机标准那个颜色模式拍出来的效果 你可以看一下 在后期呢 我们要做任何的处理啊 然后第二期 短途旅行那一期呢 我就尝试使用了它的这个D-log模式 然后呢套用了大疆自己的给Action 4推出的那个LUT 直接套上出来就是那个事儿 也是后期除了套LUT 没有做任何的调整了 所以如果您想看更多的颜色效果 或者拍摄效果呢 可以去看前两期视频 得嘞 咱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